我們現在回到這個實體上 當然這個台灣No.1 但我們的半導體很強 晶圓代工很強 那最近美股也是半導體類股大漲 而且是跟元宇宙結合一起上工 所以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台灣的這個晶圓雙雄 這相關的概念股 什麼時候會開始發動 怎麼看呢 阿士兵我們先來看一下 像這個NVIDIA這個漲翻了 對啊 我們說這一波的半導體 漲最兇的就是NVIDIA 為什麼 因為它不但有 說它有元宇宙有電動車 基本上所有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NVIDIA這一波是一路的往上 漲N倍 美國的這個廢城半導體 也是因為NVIDIA 才一路的創新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NVIDIA帶動這個廢城半導體 大漲的時候 我們的台積聯電 竟然沒有受外資的侵染 那不一樣嗎 一樣啊 一樣也是做元宇宙 一樣也是做電動車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利多發酵的情況下 外資竟然不捧場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聯電的部分 外資並沒有很積極的 把之前賣掉的聯電 把它買回來 對不對 而且是只有買一點點而已 所以當然聯電要突破 不要說之前的高點 之前的高點的次高點 看起來聯電也沒有辦法突破 所以看起來國內的半導體 是比國外弱 台積電的部分 外資有比較買得比較明顯 把之前賣掉的部分 有把台積電把它買回來 但是說要把突破前面的高點 看起來難度也是有的啦 因為NVIDIA目前已經噴完了 國外的半導體也漲完了 那他們都不漲了 我們要再續漲 難度是比較高一些啦 所以整體外資 還是在擔憂 明年的這個升息的狀況 所以對於 這個全球的半導體 它還是用比較保守的態度在觀望 所以聯電台積電 你覺得也 空間不大 也空間不大 對 阿斯平真的是全面 警戒中 因為它是大型的指數嘛 一定是跟全球的警戒 會有息息相關 好 來看一下良老 不是啦 這個優念哥 剛剛有特別講 你就覺得在等它們 全資股發動嗎 那到底現在要怎麼操作呢 什麼時候會動啊 委屈了這麼久 我還是覺得啦 這個像是 因為大家可以看 這個台積電 台積電走勢圖 那台積電其實呢 這一支股 我朋友買到675 到現在都在哀怨 真675啊 不好意思 我賣給他 你賣給他 對 我講過這個故事嘛 做了一個夢 就是說快了700了 趕快賣 我就賣 你最近有做什麼夢 沒有 那元宇宙的夢 比我的夢還大 所以我現在沒有在做夢了 OK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 這台積電的走勢圖 那台積電已經 它這個是日線圖 你如果從月線圖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 它已經橫向盤整了9個月 而且盤整到最尖端了 事實上11月它已經突破 有一點略微突破這個盤整區了 現在唯一欠缺是成交量 成交量如果出來的話 我是認為說 從技術面上來講的話 它應該有高點可以值得期待的 另外聯電 這是聯電的走勢圖 到今天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沿著5日線再往上走 所以它在沒有跌破5日線 或者是甚至於10日線的情況之下 它應該是還有高點可期的 那至於說能不能夠再創新高 那我們就要看它的成交量 也是一樣看成交量 能不能夠充分的放大 那如果說這個成交量 能夠充分放大的話 它再創新高的機會還是有的 因為你從這個技術面來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 它現在也是做了一個W底 這個一個W底的整理型態 我再次強調 它不是底 它是整理型態 那這個整理型態 到目前為止 它拉回來測試季線 也已經差不多成功了 那所以接下來 只要它這個成交量 能夠充分放大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還有高點 應該是有高點 而且你剛剛講的萬9的話 就要配合他們一起上來 對 鄭老師這個價位OK嗎 那聯電我個人認為 它明年應該挑戰6塊錢 以上甚至於7塊錢 所以70萬塊應該會過了 這一點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簡單明瞭 對 那再來的話 當然我們就講到說 我們如果充滿來找股票的話 相對安全 今年的話 我個人認為非常有機會 賺個四五十趴的個股裡面 那當然主持人一定會講說 我怎麼這麼愛這一檔 叫廣明好不好 阿明 人家都不一樣了 廣明這一檔個股 那廣明的話 最主要 它公佈了第三季的EPS是1.01 應該是創這10年來 單季的最高點 那除了這之外的話 它的達明機器人的話 它已經從工業變成商業了 也就是說將來我到主持人的家 那主持人的話 可能也不用泡茶 就是協助機器人幫我們泡茶給我們 這一點 那再來的話 你要了解 它的達明機器人 協助機器人的話 大概明年應該會上新櫃或上櫃 這一點也是一個利多 再加上微軟 微軟最近的話 應該會推出新的產品 對固態硬碟跟硬碟的話 應該會提高它的一個level 所以這個對廣明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利多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 現在的話 那個籌碼來講的話 你看那個大戶持股比例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個只是時間的問題 那只要這些主力的話 吃夠厚了 進後夠了 它應該就有機會往上拉抬 那這是我的看法 那再來的話 我們講到元泰 那元泰的話 各位你看一下 一樣大戶持股比例持續在增加 雖然說上個禮拜有稍微一點點的下降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這個禮拜它要開發的時候 那明年的話 它的營收跟EPS的話 會大幅度的成長 因為為什麼 它增加生產線 大概增加了 大概三條生產線 這一點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再跟各位講 一個獨佔 那巴威特裡面 最喜歡跟人家講到說 你買股票的話 可以買獨佔的一個個股 那獨佔的話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 華頂店 那華頂店的話 最近也是創一個歷史性高 那我們來跟各位講一個前訊 那前訊的話 它本身來講 可以講是金工股 也就是我們國防股 那各位你要知道 中科院的話 因為最近的話 我們的大陸的飛機 到我們的天空裡面 飛來飛去 非常危險 所以他們對於這方面的 也就是中科院的話 對於國防預算的話 這部分的話 將來可能會增加50% 所以就大部分的訂單 是在他身上 那你如果注意到跟他做一樣的碳化夾 功力元件的一個IC晶片的納偉 在美國納偉 這家公司的話 之前沒聽你講過 半導體 半導體 它本身來講 也是大漲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一檔精工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它是一個獨佔的 那講到元宇宙的話 我們每次都講到宏達店 那事實上它是沒有賺錢 大家會怕 那我們也可以跟各位講到 有賺錢的元宇宙就致意 那致意的話 它本身來講是網通的 那你如果看到 它第三季賺了2.35 那前三季的話 都大概賺了6.4塊錢 那如果跟去年比的話 6.8塊錢的話 大幅度的成長 所以我認為說 元宇宙未來會 是不是會成氣候 當然是剛才像那個 阿斯比林講的 可能345年之後 但是我們至少 現在買有賺錢的 而且這個 致意的話 它本身除了元宇宙之外的話 它做什麼的 網通 等等這些 那你說物聯網等等 都需要它嘛 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們就買比較安心的 元宇宙概念股 那最重要 投心利子再買 投心利子再買 OK 給大家做參考 下一個支付出 超級別的 誰不想要 這一點 所以我可以 將來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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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